對 請小心 不要撞到 剛好喝一下 我們這一節看能不能速度加快 然後至少可以看一段影片 來 184 頁 我們在上一節課提到 整個台灣的政治社會運動 大概是從1920年左右開啟 然後在哪一年的時候 那個主要的團體文化協會分裂 來 1927 因此 184 頁的最後一行 你們幫那個課文補一下 因為最後兩行他講說 1927 年文協分裂 然後本來溫和派的林憲堂 蔣衛選蔡培果相繼離開 加一句話 成立台灣民眾黨 成立台灣民眾黨 184 頁 184 頁的最後一頁 184 頁的最後一頁 加一句話 成立台灣民眾黨 可以 其實在186頁你看一下 第一段跟184頁最後一段 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可以看我們其實這件事情 不能說反覆談 但是都會切到 好 那在1927 年整個 無化協會分裂的時候 當我們說當時是激進派掌權 像是連溫清跟王敏川這一些人 所以其實無化協會主要的人 都退出了無化協會 因此之後的那個無化協會 我們會用新的無化協會 簡稱就是新文協 那退出的人他是主幹 然後成立台灣民眾黨 其實他們之間的思想 也不是很一致 舉例來說 蔡培伙跟林憲堂 他們都是大帝族階級 簡單講 家大業大 所以他們的思想 不太會很激進 那蔣衛水其實相對於 我剛剛講的那兩人 那思想是比較激進一點 或者比較淺進一點 那蔣衛水在1927年的時候 他為什麼沒有留在國化協會 跟聯溫清在一起呢 其實他跟聯溫清還算是 關係還滿好的 可是他們之所以蔣衛水退出 這有不同的講法 就是說 因為當時其實各位知道 運動需要資金 那金主是誰呢 林憲堂 金主就是林憲堂 蔡衛夫這些人 那溫和派的都是這些人 所以這可能是蔣衛水思考的點之一 那第二個 各位知道我們聽過那個蔣衛水的名言 同胞虛團結 下一句 都沒聽過 團結真有力 那台灣整個 這個可能還是要用台語念會 效果會不太一樣 你為什麼全班都在吃東西 現在什麼情況 天氣了嗎 你開始吃東西的藉口你還開 好 那個那個三分鐘五分鐘那個吃到不會冷不會顫抖就把它停下來 不會發抖就停下來 好 來我這邊繼續講 那蔣衛水的另外一個考量可能是團結革命的陣營的內 各位知道其實一九二零年代看到文學那樣子的分裂 那些一路從一九二零年代初期就走來的人 他會感到心猛 因為當台灣人的政治團體分裂的時候 總督府就在背後笑得很開心 我們上一節課不是有提到總督府還有一個對策嗎 我要怎麼去分化他們 我要怎麼激化他們之間的對立等等 所以蔣衛水也有可能是基於環節的因素 並且選擇跟林憲塔跟蔡美霍在一起 好我們這一段暫時先停在這裡 看到185頁 我們現在要講兩個比較激進的組織 一個是台灣農民組合 一個是台灣共產黨 但課本放在同一頁 因此我這邊用比較的方式來講他們兩個 好第一個 第一個 農民組合是台灣農民 因為受到製糖諸事會社的剝削 最後自然形成的組織 簡單講它是一個台灣在一九二零年代歷史發展 一個很自然的趨勢 可是底下的台灣共產黨 共產主義是一個國愛品 所以它是在一個世界共產革命的思潮中 由外部引進到台灣 這是最激進的一種思想 可是到最後這兩個組織 它會越來越靠近 雖然一個是台灣自發的 內部產生的 一個是國來的 外來的 好那我們一直從農民組合開始講 可是講農民組合 我們一定要先提投影片的這個事情 就是台灣第一場農民運動 但古代版的農民運動都有 就是農民這麼揭竿起義 反對什麼政事還是什麼 或者說清朝的統治 這些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我們看到的是 近代式的抗爭的第一場 是惡靈熱農事件 所以我們現在要第一個分析 為什麼它是在惡靈 為什麼它發生在一九二五年 有些歷史的事情它是偶然的 那我們在投影片看到這個事情 發生在這個空間跟時間 有它的必然性 我引述的是那個 施大台灣研究所 叫做張素斌的 濁水溪三百年 各位知道濁水溪的北邊就是彰化 濁水溪的南邊就是雲林 濁水溪是對台灣的農業 非常重要的一條河流 那只要是河流都會氾濫 特別是台灣這種 因為地形的關係 它到平原地帶的時候 夏天跟秋天 那所以在那個氾濫的區域當中 它就不太適合耕作 因為糧田就會被沖走 清淡就試圖去蓋堤房 那這些堤房很快可能在一兩年之後 水大的時候就把它沖走 簡單來講 它都不是一個永續解決的方法 那到了日本時代 終於用比較現代的這種堤房 因此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 完成了濁水溪 南北兩岸七十公里的堤房 簡單來講 在這一年之後 濁水溪就不太會氾濫 因為堤房蓋得好 蓋得穩固 可是你知道那些堤房 因為本來它氾濫的範圍比較大的時候 有些地方它其實不會是耕地 那現在有了堤房之後 原本會氾濫現在不會氾濫水 不會淹到的區域 它又成為新增的耕地 這樣不是一種意思嗎 於是製糖豬氏灰攝就來插起了 當時有三個製糖豬氏灰攝來到這邊 那你知道在台灣通常是一個地方 只有一個製糖豬氏灰攝 然後台灣人種甘蔗 是不是只能賣給這個製糖豬氏灰攝 所以這是一個剝削的關係 總督府有那個原料採取區域制度 這是我們先前提過的吧 可是在惡靈很特別的就是 因為這些土地是多出來的 它是因為蓋堤房多出來的 所以有三家 就是有三個資本家的製糖會社 在這個地方查期 那你知道有三家的意思就是 農民可以去比較 不比較你可能只是覺得 你為什麼我們甘蔗之後不值錢 可以比較的時候你就知道 你在一個很明確的被剝削的狀態 因為這一家開的價錢高啊 這一家開的價錢比較低啊 可是因為原料採取區域制度 所以它這農只能賣給這一家 這個是惡靈在這個時候所面臨的處境 所以當時在惡靈以及附近的幾個地方 幾個結莊幾個莊 就去向地方政府請願 也去向總督府請願 這又成功了 它每甲幣決定增加股源 作為臨時股企業 但這個名稱其實它是不認為 它那個收購價是有問題的 只不過它後來用一個名義就是說 那我給你一點補貼等等 這件事情對蔗農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激勵 什麼激勵 我抗爭是有用的 所以你知道這件事情應該拖了很久 等到隔年1925年再次的 因為每年都會是製糖諸事會社 先公佈甘蔗的價格 可是1925年這一家價格開得很低的 林本源製糖諸事會社 它就遲遲沒有公佈它的收購價格 林本源製糖諸事會社 我剛剛漏了價 在這個地方 林本源其實就是板橋林家的公司航號 所以這等於是一個台灣的資本家 那台灣的資本家不一定照顧台灣的農民 所以在惡林浙農事件當中 它其實就是一個抗爭的對象 它是一個剝削的資本家 那我們看到是1925年它遲遲不公佈收購的價格 那農民就會鼓噪 就說你為什麼不公佈呢 你不公佈我怎麼知道 你把我的甘蔗整個拿去之後 到底會給我多少錢 我就任何再割了 結果後來的情況是真的就沒有公佈 林棠就是剛剛林本源製糖諸事會社的縮起 也實在太長了 林棠這個時候就派人直接要強行去割這些蔗農的甘蔗 那現場這些農民就不甘心幾百人就聚集 在惡林這個地方就是抗議 那日常駐社會的時候 早就知道有可能有抗議場面 就帶著警察 因此在那個現場 那在現場就有了那個衝突跟拉扯 那蔗農現場就有武器 都知道甘蔗本身就是武器 就開始用甘蔗大亂鬥 就在那個警察之間就是有一些的衝突就發生了 你知道在日本時代那個警察的權威很大 跟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又不一樣 那所以對警察來講 這等於是他受到台灣人對他的侮辱 那這個事情其實那個衝突也沒有造成什麼 真的什麼受傷傷得很重那一種 可是事後總督府就展開大規模的逮捕 以及起訴這些現場 知識的這一些蔗農以及惡林人 結果最後是93人被檢舉 39個人當中被起訴 最後25個人被判刑 那這次的事情又有啟發性 為什麼 因為他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而且甚至當時一些幫他們辯護的律師 像蔡世福是本來就有蔡綠文化協會 就是我們講到以為新生代 在1920年代的代表 那甚至還吸引了日本 也關心農民勞工運動的一些人 來幫忙辯護 像這邊講的富士陳志跟馬生舊 所以他其實預告了一件事情 各位知道農民跟階級是無國階的 農民跟勞工是無國階 他們都屬於無產階級 所以這些農民跟勞工運動 特別會有跨國 或者是這些殖民母國跟殖民地之間的串聯 所以我們看到這就是一個殖民母國的律師 跑到殖民地來幫忙辯護 那我們現在其實就帶到一個社會主義 農民跟共產主義的特徵 因為在1920年代 剛好是全世界第一個共產國家成立不久 蘇聯嘛 就是俄國十月革命之後 所以其實在這個階段的農民跟勞工運動 都有一種跨國去串連的特性 因為本來各個地方都有這些受苦被剝削的農民 或者是勞工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只可以從一個比較大的角度去看它 那因此我們再來看到就是農民組織自己成為一個巨大的群體 要去向資本家抗爭 因為各位知道分散的農民跟分散的勞工 它是沒有力量跟一個巨大的資本家去做對抗的 他們唯有團結彼此 現在請你把那個1926到31年台灣農民組合的時間 寫在標題的後面 那剛才適合班有人問說這要不要背 通常這些年代不用背 可是寫出來是幫我們去跟其他組織比較 他們之間存續的時間 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是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好 看台灣農民組合 其實跟無化協會的活動有關 你把第一行的無化協會標記一下而已 好 這邊第一段 整個把它說明就是無化協會影響左派團體的發展 這個等一下我會拿林印章來做說明 那你先記得 文化協會的活動是跟這一些農民運動或勞動運動有關的 先請問各位 文化協會都做一些什麼事情 謝謝 就文化協會的目標是什麼 他們用什麼方式去達成這個目標是 這東西會誤視的 早就叫你收起來了 好 請坐 蝦老師請說 讀報是手段 所以這些報紙會設置一個讀報索 是希望它讀到哪些內容 這些食物的拆的聲音 是何人出不何人 好 來 就是把人拖下去之後大家都是共犯 我才不會被你那個吸引 來 關注權益 好 來 文化協會可能有一些是跟那個 政治權益的提升 然後跟一些不平等 以至於意識到你要平等 它其實也會傳遞一些新知 就現在國際上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一些社會風俗的改革 所以它其實包羅萬象 它會用獨報索 它會用像是演講 它還有像是美台團 它播電影給你看 這樣更快 更視覺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文化協會到各地去的時候 他們當然被農民對這些人 就會很大起發 你知道傳統農民其實對外界這些知識的吸收 它不會是最積極的一群 所以文化協會在這裡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現在先看的是這兩位 課本資料同一張圖 好 這兩位我要介紹一下 這位是李印章 李印章是文化協會的理事 他根本就是惡靈人 有一片我是把那個課本 根本就是條列式然後比較詳細介紹他 然後他是文化協會理事 惡靈浙農組合就是他成名的 所以我們都可以理解 當初文化協會去惡靈去宣傳的時候 其實實際上跟後來的惡靈浙農事件 是有一個算還滿直接的關係 那這一些走比較左派農民跟老公運動的 都會看李印章到最後是加入中國共產黨 其實這並不意外 當時很多走比較激進比較左派思想的 那加入共產黨的比例並不是很少 那我再看左邊這一位剪輯 剪輯是成立鳳山農民組合 那各位知道鳳山農民組合跟二林浙農組合 這都是地方性的 那課本你剛剛在標題看到 台灣農民組合是全島性的 他沒有衝突 各個地方最後組成一個全島性的組織 然後他成立台灣農民組合 所以他是課本講這個組織的靈魂人物 他後來加入台灣共產黨 台灣共產黨不久就被取締 他又加入中國共產黨 所以這些人其實後來都左傾 而且很激進跟共產主義都有直接關係的 那你們現在注意一下 這張照片是在什麼樣的 這張照片他們拍 它上面有一行字 他們是在什麼情況之下 拍這張照片的 我們第一個確定他們是去 講演就是演講的意思 可是他們是因為演講開這張照片嗎 你再往後看 那這些演講被怎樣 被檢數這個是日文的用法 就是被拘留 被警方拘留 當時的演講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當時這種演講會顯得很激烈 各位知道台上的人在講說 林本源治航出示會真的是混蛋 他什麼剝削你們幹嘛的時候 台下這些陣容就鄧大儀 對 就是他們然後開始呼喊這樣子 這樣很像那種演唱會那種場面 就是台上跟台下是有一個非常熱切的互動的 所以他其實偶爾會出事 就是太激動的時候就會有一些過激的行為 那現場其實都是警察在監視的 所以他們也是這些演講的人 可能講話的內容過激不當 因此被拘留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這些活動的性質 好 接著這是1926年組成台灣農民組合 一個旗子就代表他的一個支部 那我查過資料了 這一些全島加起來的各個地方的農民組合 全部大概有2萬人 所以你要知道這是一個農民的大環節 以一個跟我們現在來講資訊取得 這麼樣的不方便 可是他們卻可以彼此團結 並且去對抗這一些資本家的過去 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好 那其實我們來看到的是 另外一個外部進入到台灣的組織 就是台灣共產黨 你也把那個存續的時間寫一下 1928年成立 成立的地點在上海 我等一下會強調為什麼在上海 1931年的時候他被區避 你有發現很多組織都在1931年消失了 上一個是不是農民組合也是 因為那一年有一個總督府的全島大整宿 這等一下我會談到 好 台灣共產黨呢 因為他是外部來的 所以後影片我就給各位看一個 台灣共產黨的世界史的脈絡 這樣你可以拍下來 因為其實我們在高一下的中國史 跟高的世界史都還會提共產主義的起源 以及他的擴散 沒辦法 他是20世紀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 俄國共產政權成立 當然不久他就改叫蘇聯 然後過兩年成立了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就是要推動全世界的共產革命 因為第一格是一國的共產革命 那其他國家也要跟進 剛剛已經講了 無產階級是各國都有 所以共產革命是不分國界 他是世界性的 然後保護這個特徵 因此1921年就在共產國際的推進之下 中國共產黨成立了 第一任黨主席叫陳獨秀 原來跟中國清華運動有關的 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了 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近的時間 在同一個脈絡之下的產物 那台灣共產黨特徵其實有講到 他其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的共產黨 因為他是被放在日本共產黨底下 因為當時共產國際的策略是 一個國家有一個共產黨 那台灣又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他其實附屬於日本共產黨 受他劫持跟指揮的 那1928年他會在上海成立是因為 上海是租界 租界是不歸中國管 不歸日本管 當然也不會歸台灣總督府管 那他的主張是不可能 建容於台灣總督或者是日本的殖民統治 你們這一段台灣共產黨看一下 他的目標是什麼 把它講出來 請問總督府會允許一個組織 叫達到總督府的這個目標嗎 不可能 他達到總督府之後要幹嘛 這段其實滿幽默的 建立台灣共和國 總督府要去哪裡呢 日本要怎麼殖民呢 所以你知道這些東西都是非法 那非法又暗示另外一件事情 除了他是在上海成立 他根本沒有辦法公開在台灣活動 第二個是他來到台灣之後 他其實都是秘密的 而且他必須要用其他的團體跟組織滲透進去 藉口上是有知道嗎 就是用其他的組織去傳播台灣共產黨的思想 好這些我們等一下都會談到 那這一張大概就是我們把這個脈絡講到 那如果再繼續講就是隔一年世界經濟大恐慌 各位知道這就是一個全世界經濟往下墜 同時農民跟勞工的生活只會更糟 而且越來越糟 那這暗示什麼事情呢 農民跟勞工運動會走向更激進 你知道時局更差的時候手段就會更激烈嗎 1931年就是全老大整肅 因此他也被他其實本來就是非法 那這個時候就是把他在台灣的一些人都逮捕 然後關很久這樣子 好那台灣共產黨的黨主席是這一位 他的本名叫謝阿女 後來改名叫謝學鴻 但是共產主義有沒有關係我就不知道了 他在當時是被視為是摩登女性 modern girl 那左邊是摩登前 右邊是摩登後 應該看得出來吧 其實他的出生背景應該算是很敵見 各位知道一個人最後會運動的方向是溫和 或者是激進 跟他的背景是有關係的 像林獻堂這種大地主階級 他激進得起來嗎 他家大業大 他一激進起來是家裡財產什麼 全部都沒有了 身亡都沒有了 可是一個出生底層的人 他真的有可能會激進 因為他沒有損失 我們上一節課不知道有沒有提過 像清代台灣最沒有損失 沒事去問人家幹家是誰 羅漢角 羅漢角 因為他就有爛命一條 可是你有可能叫大家族 有世生背景的 也跟羅漢角一樣去幹家嗎 好 我們現在在講的就是階級背景 會影響到他運動的激進或溫和 繼續看 那他是他家裡是窮到最後他是被賣掉了 賣坐同樣期 可是他決定要創造自己的命運 所以他離家出眾了 然後先後到了上海 又被共產黨吸收 進入到了莫斯科東方大學 所以你光我剛剛講這幾句話 你就發現他的經歷非常的脾氣 這不會是一般人通道的 那1920年代當他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他也開始參與文化協會的活動 你有發現我們客人的照片全都是男性的 這段都是男性 因為在這個時代其實會參與運動的 也是以男性為主 那女性其實很少數會參與文化協會運動的 就是像謝雪紅這樣的人 那後來就是他開始把共產黨這些理想的理念 往一些比較左派的團體去滲透 好 那因此在1928年的時候 台灣共產黨成立之後 他就開始在台灣活動 那這邊有一個地方是我們看到 好 我們看到的就是共產黨後來其實就是滲透到 謝雪紅就滲透到左傾之後的文化協會 各位我剛剛講1927年分裂之後 那農民組合是一個台灣本土然後蔗農爭取權益 那這個時候謝雪紅也是往農民組合去滲透 所以一開始新文協跟農民組合 我們可以說他是比較左派比較激進的 可是後來在謝雪紅滲透之後他們又更激進了 以至於自己在農民組合以及新的文化協會內部 又產生了更激進的跟比較不激進的分別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如果套用上一次 我們不是有講到一個總督府 對於文化協會的對策 還有印象嗎 他其實就是要盡量的讓你左右分化 因此在這個地方 又是我們看到的其中一個例子 好 那我們接著看到的是下一頁的地方 看到台灣民眾黨 我今天要照課本的順序 你比較不會覺得混亂 寫一下1927年一直到1931年 那我這邊把公有總聯盟放進來 是因為公有總聯盟是台灣民眾黨 所支持的一個組織 有沒有看到第三段的第二行 年份也把它寫上去 所以它的開始會比民眾黨晚一點 結束的時間跟前一頁的農民組合 跟台灣共產黨一樣都是1931年被大取締 被大整肅 其實台灣民眾黨這一段是要接前面 我們在上一節課講的文化協會的分裂 那因為文化協會分裂之後 原來文化協會的幹部都退出來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組成民眾黨 所以它其實可以說是真正延續 文化協會的這個組織 以及主要的靈魂人物都還在 好 後一天各位看 這是台灣民眾黨的黨旗 你第一眼看到它 你會覺得它像什麼 我們現在的黨旗嗎 我們現在的黨旗嗎 你是哪一黨 我不一定跟你同一黨 現在的國旗不是黨旗 黨旗會只有藍色跟白色 不會有紅色的 紅色那一面就是各位升級看到 是不是有點像中華民國國旗 實際上蔣慰水是有受到孫中山的影響 而蔣慰水的一個外號就叫台灣孫中山 那他們兩個還真的有得比 他們在越到自己生命的晚年的時候 晚期的時候 他們就越激進 越紅色 越共產主義 我這邊直接把它講完 孫中山在晚年的時候 你們國中一定學過 他是不是聯俄融共 他的聯俄融共其實就是代表他部分的 接受共產黨的主張 孫中山曾經講過一句話 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我剛剛講的沒有多一個字 也沒有少一個字 孫中山如果再多活個五年 十年 他的思想還會怎麼演變 我們其實不太清楚 好 我直接簡單講 孫中山晚年是越來越往共產主義的方向 往紅色的方向走 蔣慰水其實也是 所以他喊台灣孫中山 其實還有一點根據 但這一個是代表 蔣慰水受到孫中山的影響 上面的三顆星代表民眾黨三個主要的主張 確立社會的平等 獲得政治的自由 實現經濟的解放 所以他們是分別在政治上 經濟上跟社會上齊頭並進 好 我們接著看 台灣民眾黨一開始是有這些人 但這些這三個人當中 我們其實可以把他的激進跟溫和分出 現在是副選題 三個當中請你選出 兩個是比較溫和 選出比較溫和的兩個人 都可以分 就林獻堂跟蔡培果 這些都大地人不接持 那蔣慰水一方面是跟他的出身有關 一方面其實也是跟他受到一些 比較新的激進的思想的影響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他當初留在民眾黨 就是沒有在新的文獻 只有一些現實的考量 可是當民眾黨成立之後 他們之間的分歧還是會慢慢顯露出來 我們現在把民眾黨的第二段 第一行畫下來 就在這邊 民眾黨繼續舉辦演講活動 這不就剛剛曉得是偉大問題嗎 文化協會是不是也演講 推動議會設置情編運動 雖然文化協會不能明白的 推動議會設置情編運動 那你都知道這些組織的人 在早期根本是同一批嗎 也跟總督府提出政治改革訴求 寫一下這些延續原來文化協會的 就是民族自決的運動方向 民族自決寫下來 決是決定的決不要寫錯 所以台灣民眾黨在1927年組成之後 你看課本第二段 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出 他是原來文化協會路線的延續 就是蔣衛水也會同意 林憲堂跟蔡肥火也會同意的 可是他們的第二條路線 蔡肥火跟林憲堂 就不一定會同意 或其實不同意 因此你看到第三段 一把畫下來 為了爭取工人跟農人的支持 蔣衛水積極結合勞工農民運動 因此組織台灣公有總編謀 課本這個敘述已經很明白告訴你 這個路線是蔣衛水特別喜歡 而林憲堂跟蔡肥火 在這個時候是不表同意 之後就是反對了 所以這個路線是什麼呢 你自己起來旁邊 這就是階級運動 這個無產階級 這比較偏社會主義 比較偏共產主義 那因此我框框起來 這個是總督府形容台灣民眾黨的用詞 這個出現在前幾年 同一年的學測的考題 所以總督府是什麼形容台灣民眾黨呢 這種以民族運動為中心 附帶踩行階級鬥爭的政治結社 你有沒有發現前面一句話 就是課本第二段你剛剛畫線的民族自決 後面這一句話 是不是第三段你剛剛畫線的階級運動 所以我換一個簡單的方式講 台灣民眾黨是左右並進 階級運動跟民族運動齊頭並進 所以他跟文化協會其實還是有一些不同 我們上一節課講說1920年代的前期 台灣人不管立場如何 他是統一戰線 因為1920年代前期只有民族運動 但自從惡靈浙農事件之後 路線慢慢地分出來 更激進的階級運動產生了 因此台灣民眾黨這個時候 試圖要把最多的人抓進來 因此他既走左邊的階級運動 也走右邊的民族運動 希望反覆講你有聽懂的 好 那因此這一張是 本來是黑白照片 但現在很流行骨血真上色 那我們因為看過太多黑白照片 我們就來看一張左色的 這是上色的 這上色會讓你有一種比較親近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公有總聯盟 也就是民眾黨為了支持工人運動 就是聲援他們 成立了公有總聯盟 那當中就是 蔣衛水最著名的標語或者口號 同胞虛團結 團結真有力 就是剛剛跟各位講的 那其實他們剛使用的口號 現在政治人物都還在用 所以各位知道哪一個政治人物 也講同胞虛團結 團結真有力 韓國語 他有講過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們猜韓國語就對了 現在可能馬英九過氣了 還是怎麼樣 馬英九講過 他不是討厭壞壽 對對對 他沒有過氣還有尖叫 在笑妳 馬英九講過同胞虛團結 團結真有力 可是你知道通常講這句話的時候 是在分別的時刻 不然你不需要特別講團結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蔣衛水是試圖用洪荒之力 要去把各路的人馬 這時候能夠在一起 可是實質上當時 大家的想法已經慢慢分析了 以至於再也不能彌合了 其實講起來是很悲傷的事情 那我們再看到的是 其實他就連這個政黨的名字 都被人家拿去用了嗎 台灣民眾黨被柯文哲拿去用嗎 他造成我現在貝克一個很大的困擾 本來我Google台灣民眾黨 是要查蔣衛水的這個台灣民眾黨 結果出來的結果 全部都是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 就一定還要再打蔣衛水 才會出現正確的結果 好 我們繼續往後面看 因為他們當時滿盛大的 就是他們公由董聯盟成立之後 還搭著59台車 然後就在台北市郵街 壯大聲勢 說明我們勞工是有權益 然後我們是團結彼此的 那我就列出來當時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 有過這一些的罷工運動 其實不講你可能很難想像 明明是殖民統治 可是還有這麼多的罷工 但一頁還列不完 而且我自己已經說得很小 所以這些罷工有些是勝利的 有些是失敗的 可是他都是勞工團結彼此 走階級運動的一種展現 好 我們繼續看 這是台灣民眾黨在成立隔年 第二次全島黨員大會的宣言 那這一段你會讀到一些 共產主義的用詞 解放運動 殖民地弱小民族 無產階級 共同戰線 共同戰線是一個 共產黨員很喜歡使用 就是要去把一些可以團結的力量團結起來 全台灣人總動員 國際無產階級 我們剛剛講過了 共產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 好 再來 這邊的全民運動 好 就不再念了 反正都是一些共產主義 或者社會主義相關的語言等等 所以 台灣民眾黨後來的分裂 其實就是這個 你既要兼顧左右 可是你的內部的成員 對於左右的路線 又不是很一致的時候 最後就形成了雙方的裂痕 所以我們看到林憲堂跟蔡培果 就是剛剛各位都選對了 那他們本來就地主階層 你一激進的時候 他們心中的那個警鈴就想起來了 這樣好嗎 這樣激進好嗎 跟總督府作對好嗎 賓慈堂在1930年的時候 就退出了台灣民眾黨 然後組成了地方自治聯盟 其實順序上是 他們先組成了地方自治聯盟 那講會水就看出 你要去組成另外一個團體 就是說你一定要在民眾黨 跟地方自治聯盟 然後選一個 結果很多人就退出了 你又知道在這個時刻 總督府又在後面消 你們這些台灣人分裂來分裂去 分裂跟細胞分裂一樣 三年前分裂一次 三年後又分裂一次 太好了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在總督府 原來設定的分裂的計畫 好像都是照劇本在演的 因此這一張是我們上一節課看過 那這一張其實是我可以幫各位做的 最簡明的整理了 來從上往下是一個時間的從早到晚 那那個左派右派 我就給各位一個很直觀的 左派就是在靠 就是你看過來靠左邊的地方 越左邊是越階級鬥爭 農民勞工那一種 越右邊就是越走台灣人團結一起的 民主自決的路線 那當然右邊是溫和 左邊是激進 所以台灣人在一開始 1920年代前期 就是我手筆這個地方 是統一戰線的時代 大概1927年的時候 激進派的連文青掌握文化協會 原本文化協會幾乎主要的幹部都退出來 因此成立了民眾黨 這是我們剛剛這一節有講到的 那民眾黨又因為他兼顧左右 後來左右不能協調 導致第二次的分裂 這是我們現在講的 然後溫和派的蔡培火 林憲堂以及刻白還有提到的楊造家 他們就退到的最右邊最溫和 總督府可以接受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那民眾黨以及他所扶持的公有總聯盟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畫了一個有一點紅色的 這其實就是蔣桂水在他比較晚年的時候 他的思想已經紅色了 蔣桂水其實是在蠻年輕的時候就死掉 他1931年就死了 所以他死的時候其實不是一個年紀很大的狀態 但已經是他的晚年是沒錯了 他紅色思想相對靠左了 可是最紅色的是哪一群人呢 就是那一些在1928、1929年 被謝雪紅台灣共產黨所滲透的新文化協會 以及像是農民組合 這些大概都已經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用一個有點紅跟非常紅 越來越左邊的這個不能說是光圖 但是就是一個他是左一點或是右一點 那因此這一張你先把他掌握住 那我們來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是在1920年拍的 可是我找不太到蔣桂水跟蔡培果很清楚 但是人數又比較少的照片 這位是蔣桂水這位是蔡培果 你自己在1930年特本186頁 第三段第四行的地方先畫下來 1930年主張文建就是溫和路線的林憲堂蔡培果 加入地方自治聯盟民眾黨稅號分裂 後面寫一下這場分裂簡單講就是水火不容的結果 水就是蔣桂水火就是蔡培果 水在左邊火在右邊 那其實他們蔡不怕協會的時候 很多地方的意見就不一致 那簡單來講蔣桂水是一個州比較激進 他比較勇敢想要開國新方向 蔡培果因為受限於他自己是地主階級 所以他跟林憲堂都會是一種盡量溫和 盡量不要去觸怒總督府 他們當然也會有一些爭取 而且他們也出錢出力 簡單講就是已經是很幫忙了 可是在立場上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這張照片在拍完之後的十年 也就是在1930年兩個人就跟到揚標了 當然林憲堂是跟著蔡培果那邊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再隔一年台灣這一些 或左或右大多數的團體 全部都被取締了 因此我們把課本再倒數第三堂同一頁 1931年大局整肅左派運動這邊畫下來 這件事情也可以簡稱就叫圈道大整肅 總督府本來的策略就是 讓你台灣人不斷分裂 讓你抗爭的力道不斷的減損 然後污名化這些抗爭的人 最後實際成熟的時候展開代表 那為什麼1931年是實際成熟呢 這其實如果講一個大的時代背景 你自己看要不要足跡 大正民主在這個階段已經結束了 日本進入到一個軍人實質上 控制內閣 控制日本政府的時代 那控制日本政府就會連帶 控制日本政府底下的台灣總督府的運作 所以簡單講這個時候 越來越不能容忍這一些 自由奔放的政治社會上的聲音了 而且會盡量的想要來彈押 來壓制這些聲音 所以1931年的大局整肅 有一個政治上日本右派 德式軍國主義盛行的原因 那在1931年也是因為當時的 這一些農工運動 各位知道我們剛剛看的這一章 其實很多台灣的組織都已經很紅 或者有點紅 或者有些紅了 因此其實他們的作為也讓總督府 越來越不能容忍 因為他們用的那些詞彙 都是大剌剌的反對總督府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內部跟外部 都有一些的相關的因素 這一章是我們上一節課所提到的 台灣先後出現的幾個政治組織 那我們現在把那個時間的刻度調到1931年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組織都在這一刻停止 因為他是在一個總督府 強制介入 解散你的組織 那唯一沒有被解散的是哪一個 地方自治聯盟 所以是不是就是課本在右邊這一頁的地方自治聯盟 就是因為他們退到最右邊的 林謝堂 蔡北果這些人 所以他們是一個總督府還可以容許 他們還可以活動 他們最溫和 他們盡量不跟總督府直接翻臉的那個做法 所以在1931年的全島大整數 他們是保留下來的 但是幾年之後要連停止運作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停 那接著我們這一章 我們再看一個點 各位看議會設置請問運動 在這一張圖的最右邊 那它其實是一個發生場景在東京 我們上一節課其實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早期議會設置請問運動 其實是跟文化協會有間接的關係 那本來在文化協會初期 他們想成立一個推動議會設置請問運動的組織 叫做什麼 知道了舉手幫你加分 後來造成自警事件 他們申請在台灣沒有成功 跑去東京申請 搞到台灣總督很憤怒 趕快舉手可以加分 有嗎 請坐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好來議會期成同盟會 加分了 所以議會期成同盟會最後是成功還是失敗 來失敗 所以真的要有一個專門的組織 來推動議會設置請問運動 並沒有成功 所以我剛剛講文化協會也是暗中 因為它不能明白去贊助議會設置請問運動 是文化協會當初跟總督府保證 他們就是從事文化跟新知識的推廣 但他如果涉入政治太多的時候 是總督府就會懷疑他 所以他們的成員其實高度重疊 但他們就是有一個間接的關係這樣子 好 我再繼續講 等到1927年文協分裂之後 那這些主幹都退出來組成民眾黨 所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就會使台灣民眾黨去支持一年一度的請願 好 繼續看 到了1930年第二次分裂的時候 民眾黨一些溫和派 就是退出來就是頂縣堂跟蔡北果 又換成是他們去支持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簡單講都是在每次分裂的 右邊的這一邊的去支持議會設置請願 這個是附來一題 接著我們看的是1931年全島大整肅的前後 我們來看一些畫面 好 這一張是大整肅的前夕 然後文化協會的第四次全島代表大會 這時候的文化協會已經是共產黨 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了 你們看得到他的標語寫什麼嗎 彰化座是那個地點的名稱 好 工人乾淨組工會 這可以自己腦補 還有完整他 農民加入台灣農民組合 這也是共產黨外圍組織 這邊的看得到嗎 台灣解放運動萬歲 打倒地方自治聯盟 是不是他們左右互鬥的很厲害 然後打倒台灣民眾黨 所以你看到這些標語 第一個他很激烈 第二個台灣的各個團體競爭的也很激烈 所以其實已經到了一個 總督府人無可忍的時候 我們如果從他的內容來看 再來請看 這是在大整肅之後 民眾黨的總部被操 因此這一些民眾黨的主要的人物 包含了各位熟悉的蔣貴水在這裡 因此他們就留下最後的一張合照 因為這張合照之後 台灣民眾黨就不存在 這件事情其實你們是關注在哪個點 最OK那個 最OK那個 好像某種卡通圖案子 好 這不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再來 民眾黨被取締然後消失 對蔣貴水的打擊非常大 之後他就生病了 半年後他就過世了 一開始他以為他只是那種感冒 或者是受病之類的 那後來他被診斷是常傷害 其實我不太清楚常傷害是什麼 這有可能是那個 日文漢字的名詞 那他在死之前他留下來的遺言 各位看蔣貴水講了什麼話 台灣革命運動已經進入第三期 這是馬克思主義 共產主義的用語 台灣人的勝利已經破綻密結 凡我青年同志 務需努力奮鬥 這錯字了 舊同志應加倍團結 積極援助青年同志 努力為同胞求解放 適制所主 你知道一個人 適所自主 適所自主 一個人在他死之前他講的話 這真心的成分是很高的 但台大陳水炎教授就分析這一段 他說也不過短短十幾年 蔣貴水成為一個大亞洲主義者 就是台灣人跟日本人還可以攜手並進 到成為社會主義者 到最後變成共產主義者 他一路的往左狂飆去了 往紅色思想 往共產主義狂飆去了 他的遺囑 那個教授繼續講 他的遺囑使用的是共產主義的語言 因此讓蔡貝果大為不解 忌恨切 我覺得這段寫得太好了 蔡貝果說什麼叫第三期呢 叫救同志援助第三期運動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蔡貝果沒有研究這些共產主義的東西 老講你到死的時候還這樣 我可憐你啊 老友你竟然走 其實這段話 我讀的真的是還滿感動的 你知道在1920年代 當運動剛開始的時候 這些人是洗手並進的 但他們彼此之間的意見本來就有一些不同了 然後走了十幾年之後 蔡貝水在 這麼年輕不應該死 他就會死掉 那特別是在運動比較晚期的時候 他們兩個是爭鋒相對 剛剛講的那一次分裂 以這個時間點來講 不過發生在一年前的水果不容易 所以你可以看到蔡貝水 蔡貝水 蔡貝水 蔡貝果 兩個已經合體了 蔡貝我講的這一段話 第一個她是對於這些並肩作戰的統治 英年遭逝 她是感覺到非常同情的 可是你也讀出來 她其實對於蔡貝水的主張 是不是非常不能認同 所以這兩個東西把它放在一起的時候 讀起來是特別有感覺 還是只有我有感覺各位寫看覺得還好 特別不知道了 好 再請看到右邊這一頁 好 一樣時間寫上去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是在1930年 也就是民眾黨大概要分裂的那一刻所成立的 但它一直到1937年最後是自行解散 我們都知道1937年其實已經到了那個 七七如溝橋就是中日開戰的時候 所以他們看局勢不可違 最後自行解散是他們沒有要跟總督府 就是冒犯他的意思 好 那這個是地方自治聯盟他們所 就是集會的一個畫面 那你看到他的那個標語雖然看起來有點激烈 可是跟剛剛那個文協在被解散之前 其實他還是呈現一個很明白的不同 那地方自治聯盟爭取什麼呢 就是在台灣的地方行政 是有民選的議員去做監督的 最後一行那個紅色字的地方 那這個目標有沒有達成呢 有 這也是總督府當初我們在講 他對文化協會對策的時候 他說他會去盡量吸收這些最溫和的台灣人 並且適度的在可容許的範圍 大應他們的主張 就像當初是允許台灣民報 簽回台灣來發行 就是我給你一些好處嘛 讓你也可以跟我合作 因此你就會跟那些機器來劃清界限 好再來 因此在1934年他們先放棄了議會設置請願活動 直接在課本就可以先把它畫下來 也就是說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進行15年之後 這時候地方自治聯盟也放棄了 那換得是什麼呢 隔年總督府在台灣實行了有限度的選舉 好因此我們來看這個台灣第一次的選舉 它發生在1935年的11月22號 我特別把它列出來這個時間 是因為這一天是台灣這個島嶼第一次有選舉的那一天 那各位知道十幾天之後是十幾天嗎 又要選舉了 所以我們回頭看台灣的這個選舉第一次格外具有意義 好 那台灣的第一次選舉其實選的成績很低 你把課本第三行這邊畫下來 1935年舉行第一屆市會及接莊協議會的選舉 課文你先畫 那其實它就是地方議會的意思 如果你想註記看得懂的話 可是他選就不讓你全選 他是一半選一半官派 那我要好處想是以前全部都官派了 現在終於有一半民選 可是一半民選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怕你民選 全部選一些跟總督府對立面的人 所以一半官派是可以保證 有一半的人是總督府的人 好 這個是他的用意 那我們看到的是1935年 這是第一個特徵 那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的台灣的行政區 好 台灣在1926年之後 就是所謂的五州三廳 那看我比一下 像我們所在的地方就是台北州 包含宜蘭在內 新竹州 台中州 然後台南州吧 好 我就不一念了 那州的底下就有市跟郡 看一下這一招 因此這是台灣的一級的行政單位 州庭有州 州會的議員 但是他並沒有在這次的選舉 然後市跟在下面一層的接莊 可以選出這個層級的議員 這個層級的議員 半數官派 半數民選 然後半數民選的 再由他們互推 因此有州會的議員 簡單來講這個是間接選舉產生的 它不是由人民直接選的 請把駐市第十的倒數第二行 間接選舉標一下 它指的是州這個層級 好 那個影片就是當時 很熱烈去宣傳 就是叫你馬上去投票 我覺得這個海報現在貼也不錯 攻擊喚醒昏睡等 你快去投親親一票 你的票叫親親一票 好 當時投票很高的門檻 你看課本這一段 寫了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當時台灣的選民有多少呢 兩萬八千人 台灣當時全島加起來的 台灣人跟日本人有多少呢 可能已經是將近五百萬 或者五百萬左右 那五百萬扣除那些年齡太低的 各位知道 大概二十幾歲以下不能投票嗎 那怎麼會這麼少的人才能投票呢 你自己寫在底下 寫在那個兩萬八千人底下 因為有財產門檻的限制 寫一下財產門檻的限制 就是你要有錢才投票 我們現在不太能接受這個觀念 但在當時其實這還算是一個不罕見的門檻 財產門檻的限制 因此投影片是去投票的人 這裡面當然有台灣人也有日本人 這等於就是投票所的意思 這個是在投完票之後 警察把那個票軌當時很慎重 那因此要搬到開票的地方去 這個是日日新聞報導當選的人 當時台北不是可以選市會的議員 第一高票就是蔡世古 蔡世古就是我們在這幾節課 講到參與文化協會 參與很多的重要的案件 他是律師嘛 那因此他是第一高票 這其實是台灣第一次選舉的 等於是紀錄了 那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這是他當時提出來的政見 時間關係就不談了 最後下一個結論 我們在這三節講日治時期的 政治跟社會運動 其實跟我們投影片最後講的 這個台灣成為議題 台灣人的出現是有關係的 蔡培我曾經在1920年的台灣青年 各位知道當初這個看幕 是在日本發行的 然後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結果他成為台灣青年第一次 被日本政府所禁止 你們覺得這段話當中 有哪些東西 日本政府覺得看起來會害怕 因此最後禁止這個雜誌的發行 是不是就是台灣人那個認同的意思 所以台灣是帝國台灣 更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 我們台灣人是這樣美麗寶島的主人 那這一心的留學生 他們不一定是主張什麼台灣要獨立 或怎樣 可是你都知道這些話語當中隱含的 就是台灣跟日本是分開的 那個分開會讓殖民母活絕的擔心 好 那陳綴蓮教授在這邊講 清朝之前台灣的人分門別類 都是按主機在分的 沒有台灣人的認同 清朝把台灣人叫台民 也只是基於一種方便 台灣人自己沒有認同 日本把台灣人叫土人 這是一個歧視性的稱呼 後來就改造本島人 還是一個很奇怪的稱呼 可是近代性台灣人的認同 就在這個政治跟社會運動當中產生了 好 我並沒有就是把時間控制得很好 那所以待會下課如果你願意看 就看這一段 這一段還真的蠻好看 只會花你三分鐘 你還是為了買國單手而煩惱嗎 沒有 別記 總有一天我習慣了這些沒有 但如果使得一百年級 不然就要回家 沒有 好幾天 坐下